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的新闻记者协会每一年都会出新闻自由年报 但是我们知道香港记者协会前一阵子也面临到很多在经营上面的困难 包括曾经上过我们的节目这个陈朗森 他也被约谈了好几次 可是居然还有香港新闻自由年报的出现 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好奇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就要邀请到的香港资深传媒工作者 李家聪来跟我们谈这个香港新闻自由的问题 家聪你好 你好大家好 我一直很担心把你叫成李家超 这差一个字千万不要 我想一开始是我一开始所谈的所谓的香港新闻自由年报的部分 就是在谈香港新闻自由年报之前我想先请教一下 就是香港记协现在的状况怎么样 其实香港现在的媒体状况就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比较恶乐 因为毕竟在国安法以后 他有新增的一条 其实不是新增 他挪用以前很久的条例 什么煽动抗户罪 然后你利用这个条例的话 你就很容易以言入罪 所以每个全美记者 全美人都很容易堕入法网 所以加上国安大法 所以你说现在你在香港想写一些比较批判性的东西 其实很难很难 因为你不知道他们的红线在哪里 因为国安法不是一条好像普通法一样 你就写定 不是那么明确 一点都不明确 所以你很容易就踏到它的红线 所以这样子的话 香港新闻自由的压力是越来越大 现在我们知道季协的前会长 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会长 就是申哥 陈朗森 他还是会长 他其实也遭到很多次的约谈 我们看到这几年香港很多的 这种独立的机构 NGO组织就纷纷的解散 或是就停止运作了 香港新闻记者协会还存在吗 其实季协还存在 不过他的客观来讲 已经没有以前那么的活跃 现在的功能是比较做一些资源的工作 比如说给香港的媒体人办一些工作方法 一些工作的交流比较多 但你说好像几年前 比如说季节协会也办过一些捍卫新闻自由的游行 发声明的一种 现在就比较少 如果说游行的话就肯定不会 也没有 但最令我们传媒界比较震撼的就是 好像你刚才讲了 机械今年没有写 这个言论自由报告 所以幸好有很多 香港跟海外的媒体人跟学者 他们就承办了这个工作 就默默的写 然后最后这个联邦就发布在这个国际记者联会的网页 对 这个也是比较有一点点安慰 但是香港记者协会没有写这个言论自由报告 我们也不能够说要怪他什么 因为毕竟这个协会在香港 我觉得他很困难去写这个吧 对 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因为是国安法的关系 对 因为你写这个言论自由报告 当然会包括很多对政府是比较负面的情况 所以这个你在香港写的话 你就很容易随心随地 就可能给爪了要关门等等 大家想不到情况会发生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群香港的这种对新闻自由 对传媒非常关注的 可能是学者 可能是这个传媒工作者 那他可能也许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 或者在不同的地方来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不知道我很好奇 不会担心吗 就是刚刚谈到香港记者协会 如果在香港协会发行这个东西 或者出版这个东西 可能会遇到国安法的问题 可是其他的人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不会有这种担心跟焦虑吗 因为 以我所了解 以前 过去 前几年我也有写过 季节协会的言论自由报告 我们都是拒名去写 但今年这一个 海外的媒体人跟学姐写的时候 他们是匿名去写 也是多多少少要避开 因为毕竟 有些人还在香港 你说国外的可能比较放心 安心一点 但是可能国外的人 国外的媒体人 他们的家人还在香港 也有可能他们有时候要回到香港去 去探庆也好 什么也好 所以他们就决定所有的 Writer 都是匿名的去做 但我想补充一下就是 为什么还要坚持去写 其实我也问过其中一些 我们叫同行同僚 他们都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 其实言论自由报告对学术界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报告 因为它是比较很扎实的去记录过去一年香港的情况 原来我知道的是过去很多学术的研究 都有参考香港每一年的 没错 我自己在写论的时候 我每年都看香港记录的报告 对 所以他们就觉得 这个传统不能够停止 这个不是一个仪式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archive 是一个历史的文献 对 所以他们就坚持要做这个事情 也很幸运 有国际记者年会的协助 能够让有一个平台可以发布 就这样子 我实际上看到这个年报我是很感动 一部分就是 哇他跟以前一样认真 一样花了很多的时间 包括一些客观性的数字 包括一些调查 包括一些具体的市政 我觉得这个年报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另外很感动就是 他就是be water的精神 就是说这个地方没有办法 没关系我们到不同的地方 我们一样理念是存在 我们的理想是存在 只是我们换了一样的方式 来去做这件事情 待会我们也会再继续谈说 在香港的传媒 事实上面临到这几年非常严重的打压 可是我们看到很多传媒人在不同地方 不同的角色 一样去发挥这个坚持新闻自由 捍卫民主价值的一些功能跟角色 但是我还是要回过头来谈 国安法的问题 就是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 香港的传媒他具体受到的哪些的影响 例如说有哪些的传媒因此而停业 例如说我们比较清楚的是 苹果日报或者是包括这个立场新闻 甚至众新闻也因此就这样子自己去解散 那有哪些传媒因此而停止影响 有哪些的媒体人被控 这个所谓的检控被指控入罪呢 所以其实刚才你讲的那个部分 就是今年的言论自由报告 我觉得我看过以后 我觉得是最最重要的部分 为什么要坚持写下去 因为过去一年 其实我感觉到是回归20多年来 最重要最影响媒体的一年 对 我们回归一下就是在2021年6月份的时候 现在是苹果日报要进行结束 因为现在是老板给抓了 然后前向后后有六七个高层 包括总编、社长、副总编、级型总编等等 都给抓了 然后主币、英文版的主管也给抓了 所以这个是传媒界我们说是一个很大的警号 其实在苹果日报结束以后 每个人都在想哪个时候到立场新闻 嗯 没错 所以从一些公开资料大家都看到了 立场新闻后来也做了一些 准备的工作 包括先解雇所有的同事 所有的员工 然后再重新聘请等等一些操作 以防最坏的打算 但一直等一直等 我们行内的股基应该三个月以内应该到立场了吧 嗯 但没想到一直拖到12月底的时候 其实为什么是这个timing 我们都现在还想不到 为什么是选择在年底的时候 但是在立场新闻倒了以后 最后一个比较有规模的清民主的媒体 就是众新闻 众新闻 对 所以众新闻最后也承受不了一个压力 都选择制衡结束 嗯 嗯 我们 不会说 哎 你干嘛 他还没来抓你 你就冠病 不坚持就会有个生意 嗯 其实众新闻的总片也讲得很清楚 因为 毕竟记者也是人 嗯 但一个机构 你不能够 确定你的员工的安全的时候 这个应该是最大的考量 嗯 所以他们也选择 自行了断 嗯 当然这个是比较可视的地方 但是也没有办法 嗯 然后其实在这个 这一年的前前后后 也有很多不同的 小的媒体 比方说 852 852 852有报 对 然后 王于明那个 颠狗日报 颠狗日报 对 也是进行结束 这小小的媒体 都自动自觉的 嗯 所以 其实我觉得 政府的 还有 中国政府的 那个政协的主要是 真的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 嗯 你把 苹果搞定以后 其实很多 其他的 尤其是小的 没有资本的媒体 他根本 如果你把里面的人抓了 他也没有钱 跟你去打官司 去 这个法律 废工 所以他们的选择 就是 倒不如我先把记者弄安全 嗯 所以就 情况大概是这样子 嗯 有多少的传媒人 因此遭到检控 呃 苹果日报 就有 7个 8个左右 然后 立场新闻 就有他们的 总片 还有机型 总片 都给抓了 到最近 前几天啊 总片终于能够 释出来 中配全 对对对 其实 很感慨的就是 中配全 他 不经不绝 也做了 11个月 嗯 对 这样时间过好快 就11个月了 很快啊 你看 苹果给抓的那些 已经一年多了 一年多了 离经也要两年了 对啊 离经已经两年了 你可以看到就是 我当是他们真的有罪 在中国的角度 在香港的角度 我当他们真是有罪 嗯 但过去香港 我们说普通法 就是无罪 推定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还没判决之前 你是无辜的 没错 所以过去的 就算你是 杀人犯也好 也不会 把那个诉讼的程序 拖那么久 这个事对于被告 是不公平 对对 而且现在的案件就说 他已经拖了两年 嗯 你最后的判决是多少年 可能他已经 默默的做了三分之一 如果 如果 他真的最后是无罪的话 当然这个可能是 是很低很低很低 嗯 他就白白做了两年 所以我觉得这个 最不公平的地方 就是 就是这个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他们说立场也好 苹果也好 说里面的文章 有一些危害国家安全 blah blah 然后说分裂国家等等 只是指控 尤其是我莫名其妙的就是 你说你把总编辑抓掉 我觉得法律上也是 比较合理一点点 因为 他是主要负责的 就是负责人嘛 在法律上 但你看 其他的偏差人员 你也抓了 嗯 其实有必要嘛 嗯 这个就是 为什么我觉得 过去一年是 全媒界最震撼的一年 就是这个原因 嗯 不过我觉得很大的一个意义 对于香港的政府 或是对中国政府来讲 他是杀鸡儆猴 对 那第二个意义 就是我先把你这些隔离掉 那你就不敢造势 你就不敢乱来 但是你有没有罪 其实不重要 因为我把你震慑住了 后面的人就会害怕 这就是某种的摆设恐怖 就是寒残效应 真的已经做到 嗯 真正已经做到 嗯 因为很简单 先不要说所谓的 亲民主的媒体 嗯 就算你 平常 立场比较中间的那些传统媒体 嗯 明报 对 明报等等 现在的记者 你看很多 现场直播的记者会 还有一些批判性的问题 可以问吗 嗯 这个包括两个因素 嗯 第一 在场的新闻官 他看见你可能平时 都比较爱问一些 比较批判性强 嗯 不让你问 不点你 对 第二就是 我知道很多的前线的记者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自我审查 嗯 自我审查 过去可能出现在报道里面 嗯 但现在已经出现在问问题里面 就是最前端的时候他就自我审查 哇 然后我们说水长 就让你这一阵子不要到外面去采访 你就留在公司里面好了 嗯 好了如果出现一个情况的话 你其他记者看到 嗯 你多多少少会 心里有一些影响 嗯 像一期你到外面去采访的时候 你敢不敢问 嗯 而且如果你真的有机会问的以后 嗯 第二天大共报文汇报 就会攻击你 对 攻击你 攻击你的公司 嗯 其实今年的年报里面也有写到 有一个就是闹新闻的一个例子 嗯 有些问 有关于 嗯 中国大陆送一些医护人员来香港援助 这个抗疫的情况 嗯 他就问一个 其实很重要的问题 如果出事的话 嗯 我没有听说 如果出事的话 那个责任的 在何方 嗯 因为他们没有拿香港的职照 嗯 我觉得只是个很 这不是很普通的问题 很明生的问题 对没有现实那么政治 对对对 但是就是给批评 有些不爱国啦 等等 然后 我最想不到是闹新闻要出声明盗窃 哇天啊 对啊 我这是唇媒皆知识啊 嗯 记者问这个 他们也不是去闹 因为他做一个最基本的ABC 对 他就是把这个事情厘清而已 他并没有任何的批判 没有任何的质疑 对 他只是要做澄清也不行 对 因为我们连新闻都知道 其实我们要做第四权 嗯 我们不是要做声权机器 对当然 但我前两天看香港的新闻报道 李家超出席一个新闻主席的一个活动 嗯 他就讲了希望香港的媒体 说好香港故事 哈哈哈 对不起 说好香港故事 应该你们公关部门做 不是新闻界去做 嗯 新闻界从来不是应该去听你说故事 嗯 新闻界要找你的部署 要监督政府 要做第四权 不为民生发生 嗯 所以 你看到香港政府已经 不念红的讲这些话 嗯 就是因为绝大部分的香港的 我也敢说绝大部分的香港的传统媒体 嗯 真的已经不太敢去批判政府 去担任他们第四权 嗯 一个天职 嗯 不过我自己看到一个现象就是 在记者部分 他事实上受到限制很多 或者刚刚谈到某种的自我审查 可是我在看一些香港的 像例如说民报的专栏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有一些 质地有深的文章 那会不会这是另外一种空间 跟可能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回过来谈 就是香港的 传媒是完全没有机会了吗 假设完全没有机会 那我们还是看到 香港有很多的传媒人 他们事实上在 香港本地或在海外的地方 他们其实都在各自的努力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先休息一下 对香港未来的走向 BBC报导就指出 北京实施港版国安法和修改选举制度 削弱香港的政治自由 香港生育人士认为 未来恐怕再难看到抗议活动 而香港的财经 未来会更向中国靠拢 另外香港的海外移民 虽然可能保有港人身份认同 但是亲中人士相信下一代的港人会更爱国 街道大楼飘扬着红通通的五星旗 曲奇和祝贺标语 欢庆香港回归二十五周年 不过英国媒体BBC一号分析指出 香港基本法承诺特首和立法会议员 双普选 但近年北京实施国安法和修改选举制度 大大限缩了香港的政治言论等自由 去年香港至少有六十三个工会团体被迫解散 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陆续关停 六四维员晚会也不复存在 英国首相强声三十号批评 中国未遵守尊重一国两制的承诺 对于下一个二十五年 亲北京香港立法会议员李子敬坚持 只要不涉及国安 香港人还是享有自由 但前香港政治常委 敖卓宣泽悲观表示 未来恐难再看到大规模抗议 可以打赢这个国际线 可以令到其他国际的人 都会看到现在香港发生什么事 对于香港长期以来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BBC则引述标准普尔的亚太首席经济分析师指出 九七年香港的GDP几乎占了中国的五分之一 但随着中国崛起如今只剩百分之二 而虽然香港有国际认同的法律体系和财经市场 但近来与北京的冲突和清零政策 开始失去对外商的魅力 从二零一八年到二零二一年 在香港的跨国公司区域总部数掉了将近百分之十 另一方面中国公司在香港设立店铺数 则成长百分之二十八 然而BBC则指出香港近年来正发生一股移民潮 光是去年英国未持有海外国民护照的人提供移民签证 至今已有十二万三千名香港人提出申请 虽然移民海外的香港人可能保有香港身份认同 但是亲中人士相信下一代的香港人将会更加爱国 公司新闻王雅方编译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主持人管中强 灿烂时光会客室投国人物的专访议点的整理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新闻事件背后值得要关注的议题 让我们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资深传媒 香港传媒的工作者李家冲 跟我们一起来聊香港的一些现象 夏中你好 你好 刚才老师讲 一开始的时候我都忘了回应一下 你说现在很难找香港人来 对 那我算是大胆的 你算是大胆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韩才相应也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现在都考虑到我到底要不要谈香港的议题 然后我看到香港的现象的时候 就考虑说我要讲吗 然后我要找谁讲 我找谁讲 我会不会害了他 我其实会有 我举个例子 我曾经有一次曾经访问过一个香港的传媒人 那因为Facebook会有这个回顾 我就把它回顾 我就把它转贴 然后tag他 那那个传媒人说叫我不要tag他 他说不要让大家觉得 这个人曾经跟台湾的谁谁谁有接触过 我那时候就觉得好难过你知道 那时候觉得说天啊 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那个韩才相应不是只有在香港人身上 我觉得在我身上也发生 对 其实我自己还好了 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他们红线在哪里 如果真的要从生活方方面面都要自我审查的话 我觉得做人很难 但是我是觉得我会害到别人啊 没有了 所以 我应该不会害到你吧 应该不会因为我在这里面数而已 不是讲什么 对不对 继续话题 所以这个是一个还蛮有趣的现象 不过我刚刚谈到那个红线 就是我自己的一些观察 我觉得像香港民报有些专来 我觉得还是写的子弟有声 那他是有评有据 所以 会不会在民报或在主流媒体当中 他还是有一些空间跟可能性 当然了 你说香港的媒体会不会 是不是百分之一百全到归编 全到不肯发声 我觉得中间肯定有一些媒体 甚至有一些记者编辑 在默默的行为他仅有的空间 我想 民报的评论版其中是一个吧 而且他民报的评论版本来都是一个比较白话奇幻的一个阵地 你左派的言论也有 右派也有 当然是国安法以后 所以他的评论版也有很多我们说是保护积极的一些话语 以上是不代表本报立场 但是其实香港警方法案局也说过 你就算舍几个 也没有用 对 你们的内容有问题的话 你就脱不了责任 但我觉得 比方说 民报这个例子 我觉得是一直在试探那个底线在哪里 所以整个我觉得应该给予尊重还有鼓励 因为如果每个人 因为真的红线不知道在哪里 每个人都一直下意下意说的话 别人说的都不成这样子 已经不是新闻媒体 我觉得感觉是这样子 我觉得在这种环境底下还愿意刊登这些文章 或者是愿意写这些文章 甚至是某种的差边球 我觉得这就是让人值得尊敬的 我写的人也很厉害 写的厉害 你敢登的也厉害 所以两方面我都觉得应该要很尊重这些人 所以除了在主流媒体当中 香港还是有一些比较网媒 他还是在做一些这种 至少 虽然他可能没有像过去那么强烈的冲击现有的政府 可是我觉得他该说的话 例如说Inmedia 这个是在香港2003年 之后就出现的很重要的一个网媒 就是说 所谓的Authentive Media 独立媒体的部分 他一样还在做发声的工作 对 其实Inmedia 以我自己的了解跟研究 看过一下他的脉络 他以前就是公民记者 他们的报道也是偏向于文化 还有比较冷门的方面 但是在19年以后 特别是尤其是苹果倒闭以后 他的支持者多了很多 你看到他的page的followers也多了很多 然后你看到他的报道的内容 从过去比较冷门 比较另类的 到比较现在的比较多 有关于政治 对 比较说 有关于政治案件的法 法庭新闻等等 所以 他的力量其实是很有的 不过 真的有些人会 可能老是理 也会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政府 不忘掉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也想过 当然我们不是政府 不知道他 真的是什么时候 会去抓他 还是不抓他 但目前看为止 可能是 他的影响力 没有很大 所以 就没有去管他 不希望我讲了以后 明天政府就有采取行动 对不对 所以 还有一些网络媒体 其实他觉得香港 是比较有力量 然后 除了 那个 Inmedia 独立媒体以外 就是第100 这个网络 第100 也是还在默默的 进他的空间去讲话 这个也是比较 比较值得尊重的 然后 除了这些已经 已经有的网络以外 我发现了一个 比较有趣的情况 就是在 苹果 在立场新闻 跟中新闻 关闭以后 其实如果时间来讲就是 从2021年的7月 一直到现在 其实你可以发现在网络上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自媒体 自媒体就是个人的媒体 还有就是另类媒体 他们的规模都比较小 对 45个最多不到10个人 然后 除了在本地 香港本地以外 有很多是在海外的 去成立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趣的 我简单点算过 做了一些基本的研究 苹果倒闭以后 这一年 如果是 前苹果人 去开创的一些新的媒体 最少都有12个左右 是在香港跟海外加点 香港跟海外 对 里面当然不是 所有都是硬性的新闻 里面也包括娱乐 赛马 体育 生活 汽车 饮食 等等 加起来不就是一份苹果之后 可以这样讲 对 对 当然他们的影响力 就肯定没有以前那么大 所以 这个也是一个蛮有趣的现象 我会形容 这一年的情况是白化奇幻 遍地开花 因为除了苹果以外 立场新闻跟中新闻有很多他们的记者 也出来开创了一个个人的page 或者是一个小的平台 而且 这些 以我知道 现在已经一年半了 苹果倒闭以后到现在 还有 继续 还有几个平台会 会在未来几个月 对 还会再出现 还会再出现 包括在香港本地也有 在海外的也有 所以我是 当然不是全部都是苹果人 没有那么多人可以开创 就是很多不同的媒体人 他们有共同的理念的时候 就会集合在一起去搞这个东西 我形容的是 刚才讲的是遍地开花 我是乐见这个情况 因为 毕竟很客观的情况 你从这个国际的新闻自由的指数 你看到香港现在是一百四十几 这个很客观 都知道香港的新闻自由情况 是很很恶劣 所以 你有那么多的自媒体 有那么多的异议的另类媒体 其实我多多少少可以填 填补到香港的没有自由的空间 比方说好像 我们看到有一个 我觉得做的比较好的 这个page 叫法庭线 法庭线 对 法庭线 它的定位很清楚 而且他是专门报道法庭新闻 当然其他的媒体也有法庭新闻主 但跟他什么不一样 因为 在国安法以后 抓了很多很多的年轻人 政客 社会人士 社医人士 但他们的案件 其实很多主流媒体也没有 没有 报道的很多 对 我不会说没有 肯定会有 但没有很多 但法庭线就比较 注重于这一类的案件 当然他也有其他的案件 所以他比较成功 我觉得感觉到 就是比较受到行内的支持 都是因为 他真正最能够填补的 现在缺了的那一块 所以我觉得 他的定位是真的很好 因为就是 你没有他的话 你很多法庭新闻里 根本都没有机会 他其实蛮多的时候 是把在司法审判的一些消息 他就是把它描述出来 就是客观的去描述说 现在发生了什么事 谁遭到检扣 谁可能遭到保释 被保释了 所以他就是一个 比较客观性的描述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基本的公共资讯 对 所以 你说的那么基本 可能 如果在一个 真正有新闻自由的地方 真的很基本的东西 但是在 现在的香港是 很难 就是 很多人也会担心 你 会不会有危险 我就希望他们会不会出事 因为真的很紧的保留 这个就是他们有 因为他们有在地的采访 另外一些在海外的 海外的媒体的好处 当然就是说 你多少少可以脱离 这个国安法的红线 但 他的缺点 或者是弱点 就是你没有在地的采访 所以你看到很多 如果他的总部在外博的一些 另类媒体的话 他们的 报道的方向主要都是 跟进香港的 daily 新闻 然后做一些评论 做一些 reaction 然后 也会有很多 海外香港人的故事 这个就是 像追新闻就是吗 追新闻也是 对在海外的 然后同文 对 这一类的就是 绿豆 香港电台的 前程式去做的 他们都比较多一些 海外的 香港人的故事 这个也是 当然如果你说 它是跟香港媒体来讲 他们 港人的部分 客观来讲 还是欠了一点点 始终你没有在地的采访 对 不过对很多香港人 言这些传媒 或许他没有办法 发起所谓的监督作用 但他可能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是在连结 就连结香港的内部 跟外部的人 或者是海外香港人 他们可以彼此之间 我们可以看到共同的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资讯 人跟人之间 他就会开始 原来我们香港发展成这样 我觉得那个是很重要的一个 在不只是资讯而言 而是他很重要 是一个心理上面的支持 对啊 你看那些在海外的 新的新闻媒体 你看他们的 这个算盐里面 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联系海外的香港人 对 其实 我有很多朋友 移民到海外去 其实我真的很认真的去问他们 你觉得这些媒体 你怎么看 他们讲了 很好啊 因为有些我们离开香港 人离开香港 但心里面其实很想念香港 因为毕竟 这一次的移民潮 嗯 我也敢说 不是 绝大部分的人 不是说 我心甘情愿离开 嗯 要不是香港搞到这个程度 他也不会走 他不会走 因为很多人本来在香港 工资又高 对 美丽的工作 按据乐业 你干嘛要到英国 可能做一个 这个一个 warehouse的一个helper 做一个driver 嗯 真的有很多情况 就是你 你根本都不能够 跟香港的情况相比 嗯 但他们都要走 就是为了孩子 为了自己的 能够在一个 比较自由的地方去生活 嗯 所以一个 一个媒体 去连接香港人 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 心理上的一个 安慰 我感觉到是这样子 嗯 那这些媒体 怎么样过生活 就是说 这些传媒人 他怎么活下去 例如说 你要去写稿 你可能要做某些的采访 那你可能要有自己别的工作 这个是纯粹的热情吗 还是有什么 依我的了解 因为 在海外的 有两种 有一些 如果他 资金比较够的话 他也可以多少少少用一个 低于水平的薪水 去聘请海外的香港人 去做这个媒体工作 但有一些他的 他的资金根本都不太够的话 其实那些记者是一边 part time 做那个媒体的记者 part time 他就去做一些 劳动性的工作 去 去染活 这个我觉得 我听完以后都觉得非常的感动 据我的了解 他们会觉得 哎我 为什么还依然要 要当一个记者 不是说什么 风光啊 光彩啊 挂敏啊 那个名誉 只是想 为香港人 保留一个 应该有的声音 所以 整个都是绝大部分 现在的 不管是在香港 跟海外的 都是他们的共同意念 我觉得他们最大的 供应素就是 想保留一个 应该有的声音 对 想给 给香港人 给海外的香港人 听到一个 不只是官方的声音 对 这个理念 我觉得是蛮崇高的 所以他不是 只是一个 所谓的传媒的 精神的延续 甚至某种 香港的 专业的精神 独立自主的精神 乐爱自由的精神 他其实在 海外其他地方 是继续的延续的 对 其实这个有 有几个面向 第一个 我最近也是做 这一类的研究 所以 我感觉到 香港媒体 不论是在香港 还是在海外 去做这个自媒体 他某一个程度上 我觉得是一个抗争 这个怎么样的抗争 是一个对于香港 新闻自由 受到打压的一个 抗争的手段 当然这个抗争 他不是说我要写文章去骂政府 就是抗争 他去保留 保留某一个声音 就是一个很好的 活下来就是抗争 对啊 这个是第一个面向 第二个 我也感觉到 香港的媒体人是很奇怪 可能江泽民说的对 香港人 香港的记者 跟外国记者不同 全世界任何地方 里面都比他们快 对 香港记者就有个特点 香港记者就有个特点 对对对 香港记者就有个特点 因为好多媒体人 我认识的 都说 他一天是记者 他一生一世都是记者 对 所以 不光是他过去 可能在一个很大的媒体 也有很好的back up 他当记者 当了很多年 没有了以后 他也依然会找办法 去继续发声 对这个是香港媒体人的特性 但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 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研究 对 刚刚谈到那种专业自由 或者是某种的坚毅吧 就是毕竟香港这个 数百年来 都是面对很多不同的殖民者 然后 香港的冒险精神 一直是我觉得很钦佩的 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 是有很深的一种文化习性 在香港人的身上 他会不会叫做狮子山 他可能叫做别的东西 对 所以 可能也是这样子 一个抗争精神吧 因为 其实 我觉得最简单的解释 为什么香港记者 有这个 这个 外界来讲是放谬 你没有工作 你要找别的工作 就好了 其实有更多的做公关 等等 薪水更好 更舒服自在 为什么还要当记者 那么辛苦 就是一个 除了刚才讲的一个 抗争的 精神以外 就是我们过去享受过香港最自由的时代 对 我年纪也不算是太小 我也享受过香港媒体白话其化 但是哪个年代我还没有入行 但是我作为一个普通香港市民的时候 我也感觉到 香港左派报纸也有 对 清台湾的报纸也有 骂港英政府也有 清港英政府也有 对 我觉得真正的一个公民社会就是要 包罗万有 你不能说只有左派报纸 没有右派 你也不能够说 整个香港只有民主派报纸 没有左派报纸 所以香港的文化就是多元的嘛 突然之间有多元化 变成一个单一个声音 所以我觉得香港的媒体人 多多少少有一点不甘心 没错 所以说 我有一点点能力 我都多做一步好了 试试看有没有 试图改变一些什么 当然 他们不是说要反政权什么 这个天荒夜谭也不可能发生 他们只是在现在自己的单位上面 比方说他开一个Facebook Page 写一下他制止采访的一个专题 人物访问 可能开一个几个人成立的一个平台 去做一些专题 做一些报道 做一些daily 新闻的更进 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的生存的意义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崇高的一个念 我之前 香港媒体曾经访问过我 对于香港 反送中之后的一些看法 然后对于香港媒体的一些 怎么样去持续的能够活下去 我当时有一个想法 就是不只是Be Water 它其实还是Be Seed 不是只有流水 它还是种子 我们看到现在的状况 在不同地方成为种子 它一定会慢慢的发芽 你对香港的未来或是传媒 不管是在本地或是在四散 在各地 应该都蛮有信心的吧 其实现在越开越多 但是你做一个成立一个媒体 最重要的一个想法 就是你怎么样sustain下去 sustainable 我觉得是他们最难去想通的一个问题 但包括我自己 包括我的同行 他们都乐观齐成 乐观现在开了那么多 我们就 因为在这个情况下 你不能够想太多 只有见一步走一步 好 现在这一步 先开了很多遍地开化的 杀了很多种子 在世界各地 开了很多不同的媒体 然后慢慢的发展 合理来讲 可能过一两年 肯定会经过一个太弱流强的一个阶段 肯定不会如现在那么多 但我觉得没所谓 就让它慢慢去自然的发展 至少 我幸运的就是 还有那么多媒体人 愿意做这个工作 对 今天非常谢谢 加冲跟我们做大的分享 对 希望访问完之后 你没有事 希望我访问以后 还可以安全的回香港看看家人 没有问题 要不然我就罪过很深 有问题的话 香港政府找他 找我 对不要找他 找我就好 OK 谢谢加冲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